人間有情 孝道為先 福慧人間 老友所依 又來到一個星期的福慧人間 到這集出街 你都會覺得 快要過年 我想說一件好人好事 上幾個星期我都跟進福慧人間 都希望多些正能量的資訊給你們 怕你們老友記被人受騙 我們今天說老友記的事 就是說什麼呢 我不知道各位老友記 可能大家都會年過半百 或者更老一些 會不會有個夢 還有一些夢未實現到 我不知道老人家 其實經常覺得 夢這件事 不是發夢就是夢 你的心願 很多時候只是灌輸 只是年輕人 從來都不覺得 老人家七八十歲 那些夢都發光了 還有 那些夢當然會留給年輕人 對呀 但其實我又經常覺得 不是 老人家 其實可能 現在這個方羅昌明 七八十歲 十十歲 大哥 我統計過 六十歲或以上 直到二零一四年 政府統計 不是我小米亂奪 每五個人 就一個是老人家 不是開玩笑 有 有一百四十幾萬人 政府經常不說 我們現在 不會說這些 不說 其實 老人家 去到六十歲 七十歲 其實很多人 都不老 你看今天特首選舉 或者特朗普 都七十歲 出來做中空 他們證明 他們可能夢都未完 我看香港 其實 我經常去西洋賽街 行人專用區 星期六晚上 或者星期六看 很多老人家 出來唱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出來看過 會對老人家唱歌 不知道大家的感覺 除了有些年輕人表演 很多老人家表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出來走過這個問題 其實老人家的夢 我就經常說 究竟香港有沒有 一些團體 會將老人家 一點點心軟 我想做個歌星 出來表演 或者老人家 我要做一個魔術師 或者老人家 一點點心軟 其實香港有沒有一些機構 會幫他 不是很小結 你看到西洋賽街 我補充什麼 我住在沙田 過去 以前比較健康 會跑步 或者近期 都會散步 去到沙田 大會堂對出的位置 你見到有些大媽 再歌再舞 真的很厲害 不過香港人把大媽這些 跳舞 就 當作是一個負面的東西 這個會的 剛才我說的是 為什麼呢 它最經典就是 人都未到 已經聽到聲音 那個大聲功 因為他們相對早起床 所以整件事 就負面化了 會的 如果你附近住 那些朋友 就多得你不少 當然我 說得壞點 我很興奮 走過路邊經過 但還是一個現象 我看見 那些年紀 都是五六七十歲 都有 有些阿伯 當然 陪不到年長 年輕一點的跳舞 他就坐在旁邊 他就當作很享受 現在去了舞廳 那裡 看人家表演 唱歌 整群人在這裏 有四五十人 那麼厲害 很重要 所以我經常說 有沒有慈善組織 或者有心人 幫老人家 實現一些夢想 有時老人家 我經常說 老人家很多才多藝 話說最近 我也是看過掌門人節目 他見到一個歌星出來 其實行內人認識他 但近年他都很少出來 那位鍾偉強先生 那把漂亮的聲音 很漂亮 當年他這個歌唱比賽 他第一名 第二名那個 才是張國榮 嘩 這麼遠 但現在他也是幕後 或者自己獨舞表演 但他帶著一班 都是同年幾的 上一年幾的人表演 很好看 我說經常 你會不會幫老人家圓夢 我不是說香港很少這些 我又看到台灣 有個會很特別 叫青陽關愛協會 他專門在台南 台南找到更多老人家 他會舉辦一些事情 在地鐵站 台南站 台南站 也不是一個小站 表演 我覺得他的名字很好聽 聽見樂星 看見愛 嘩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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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當是老人家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有些表演 他有一隊樂隊 叫做上界青 千歲樂團 千歲樂團 不是百歲 因為他裡面有86歲的婆婆 有85歲的阿嬤 加上過千歲 過千歲 就是他的老師 七十歲 哇 他加上千歲 很濕 另外一隊更厲害 是玩Sex風 叫做 大歲哥 Sex樂團 是 整個團隊 是 他為大家表演 你去到 你知道 逢來地鐵站 高鐵站 你去到 你會覺得很喜氣揚揚 我們會很驚訝 咦 老人家 這麼厲害 好像現在這個時候 最近報導說 他表演聖誕歌 或者表演賀年歌 你會覺得很厲害 他會隨著節日 表演什麼 你會覺得 好厲害 這麼老的人 80多歲還出來表演 我們以前覺得很不可能 但是其實 隨著現在的 醫學昌明 各方面 其實80多歲很健康 我們又知道 鼻重就輕 有些什麼 對損害健康 近年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其實 香港 都有這麼多地鐵站 其實可以表演 大地鐵站 我只想一個 經常都有表演 但是很少老人家表演 就是那個港鐵站 就是中環那個 中環那個機鐵站 很大的 其實長期都會有些樂隊表演 但是很少看到 會邀請老人家表演 我經過幾次都會有些人表演 但是沒有老人家 為什麼我們不試試組織 香港這麼多慈善組織 你說慈善機構 就是香港 我想一百幾十間 肯定有 是吧 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幫 老人家 原來可能覺得 那些老人家相對身體弱一點 比起老人中心 日間那些 你日間中心 來過一下日神那些 為什麼你不問問他 你還有什麼 興趣 有什麼 你覺得要做 就是老人家 要圓這個夢 我看到香港很少 就是可能多數都是自己自發 民間自發 但是你知道自發 有時候你不給一個 正確的地方去表演 那你就很麻煩 有時候 你知道好像之前屯門公園 有些可能有些老人家表演 食環朋友又覺得 喂 吵著人家 不行 其實我們就是那個問題 怎樣幫那些老人家 在一個社區表演 我想區議會也好 或者一些慈善組織 其實都可以幫他身邊那些 很多那些老人中心 那些日間老人中心 那些真的行得走得 只不過叫做 無聊一點點 我下來玩一下 其實這件事 我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香港是少的 多一些東西 老人家有些細日 我保證老人家 更健康 少一些覆殘 就是他回去有些細日 不行 我正在表演 我要操一下曲 很多老人家 可能唱粵曲 很厲害 粵曲也是我們 領南文化 不用說 什麼粵曲 要學什麼 老實講 香港是有些領南文化的 尤其是現在我們 對廣東話的保育 很多人都說 歐陽偉豪 為什麼你會認識他 因為他對廣東話 認識很深 我們自然對這些文化的東西 很多我們現在 失傳的東西 其實都要靠老人家 重新要喚醒我們 我看完這段台灣報道 我們香港其實 民間組織可能很多 但是 我們有沒有一些 大的慈善組織 或者有心人 幫他們表演性 或者定時去社區會堂 表演 多給一些非人去看 或者你去到 我夢想 不要說去到洪館 去新江戲院租 和李居明居士租 我想這些好事 很多人都會給你的 那麼多社區會堂 那麼多小場地 高山劇場 我知道已經很多 民間自己的組織 自己的表演歌舞 但是 我們其實就想 把老人家 可不可以 幫他們圓過夢 他們很多人都 有表演細胞 以前很多人都 有能力 為什麼我們現在 都會根據 不是得罪年輕人 為什麼那些歌 都好像以前的歌 好聽一點 對 這個文化好像 我們遺失了幾十年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們要 先把老人家當作寶 我都說到最後 希望可以 民間 不要每次都靠自發 希望那些慈善組織 將它規範一點 將那些 有些老人家要圓夢 去那些老人日間中心 走得走得的朋友 將他們組織 一隊 樂劇團 或者西樂團 中樂團 表演 一隊樂隊 或者魔術 各方面 令他們覺得 我人生是要做這些事情 令整件事很開心 我希望 有這樣的組織 要人幫忙 出聲 出聲 我們福華人間一定會 我小米一定會 第一時間支持你 如果希望大家有這個 想法 也可以通知我們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 和大家做個串連 好嗎 稍後回來有Q仔 好 萬步人生路 萬步人生路 Q爺 各位聽眾 最近白虎送了兩張票 看了一部電影 叫做《街角魚見貓》 這個故事 其實是講一個吸毒的英國青年 如何由歪路回到淨土 聽說是真人真事 但我看了之後 挺大的感慨 第一 原來其實這個 我想在很多資本主義社會 都是一樣的 其實在倫敦 跟香港來講 可能貧富懸殊的情況 一樣是非常之嚴重 如果去過英國人 你知道在街頭裏面 都不少流浪漢 而且都不乏年輕人 其中一批就是很多吸毒的青年 當事人這個主角 其實我想是很典型的 在這個外國的地方裏面 就因為小時候 這個父母離異 而他自己獨自去了澳洲 但他爸爸再結婚 沒有再照顧他 我想他是非常之失意 但是結果就是去吸毒 不能自拔 那他靠什麼為生呢 就是拿著結他 都懂得作樂歌唱的歌 就在街頭演唱 這個你去旅遊 都常常見到 有時候都見到 你外國青年來香港 在天井碼頭的隧道裏面唱歌 就好像講得不好聽 跟黑衣沒有什麼分別的 就是人家聽完之後 就扔了一些稅銀給他 那當然就是好天曬 陸雨林 晚上就在街頭露宿 那你鄰庭的天氣 就非常的寒冷 都幾難頂的 那其中一幕戲都說 他把這些濕柴數起來 走去吃一頓熱的飯 欠了便士就欠了便士 人家就不肯給他 寧願把飯扔了到垃圾桶 都不肯賣給他 就是你說多淒涼 那後來怎樣改變命運呢 有個社工都是幫他的 社工幫他解讀 吃美沙童 條件要去跟隨規矩 才吃美沙童 然後才幫他申請 類似香港一樣 有公屋 就好像上樓了 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改變命運呢 原來就是一隻貓 這隻貓就是治療的流浪貓 某一天就在窗口走入他的屋裏面 因為受了傷 那他就是 那隻貓太寂寞了 就是完全沒有朋友 有些朋友都不是好人來 包括其他一些 一樣是吸毒的青年 而且都是想打他主意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 就是一個人吸毒 去到最差的情況裏面 就是六親不認的 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因為那些毒癮來到的時候 就很難頂 死都要騙錢去頂癮的 所以就非常之沽直 跟那隻貓為有 但是他其實打算把貓送給人 到處找兩個主人 就找不到 那隻貓也不肯走 但是後來這隻貓 反而變成招財貓富貴貓 為什麼呢 他繼續街頭流浪的時候 就帶著這隻貓 但是原來那些外國人 你覺得都不知道應該值得欣慰 還是很諷刺 對人的關懷反而很少 但是外國人很多人是愛護動物的 因為這隻貓 和他一起去演場 可能因為這隻貓 而來聽他唱歌 甚至是捐錢給他 結果就是令到他改善生活 而他的鄰近裏面也有一個女朋友 因為哥哥是吸毒死 所以搬來這個地區住 懷念他的哥哥 不過就很討厭吸毒的人 所以他一直都不敢表露自己的真正身份 但是這個女孩也是做義工 就是護引動物的 所以介紹他 這隻貓怎樣受傷 就去醫院 就是治理 當然治理是免費的 但買的是要付錢的 所以他賺回來的錢 都一次過要用肛來救這隻貓 這隻貓見到非常好的感情 誰知有一次在意外 那隻貓走失了 他就變成很孤樂 後來他就去賣報紙 結果整個故事 都是因為這隻貓 後來又失而復得 終於令到他重振一個做人的決心 原來吃美沙童 只不過是一個代用品 去到一段時間裏面 你真正戒毒 就連美沙童都不可以吃 但是你捱不過的話 可能我讀病就更大 再吸毒的時候 就隨時致命 其中一個他的讀友 就是這樣 離了一輩子 他終於捱過了 然後將這個事跡 你出版商覺得很有意義 就叫他寫文 出了一本書 就帶了 我看了之後 就覺得很感慨 有時候你覺得 外國人都幾偽善 明明會生生一個人 他這個 所謂路有凍死骨 窮到路邊就無人問 但是對這些動物 反而是很憐愛 因此而愛屋及烏 令到那隻貓 流浪貓 變成這個招財貓 富貴貓 最好笑的是 有個家長 帶著小孩 甚至要求 賣一隻貓給他 因為小孩太喜歡 那隻貓了 令到他非常生氣 所以他說 我可不可以因為喜歡的兒子 叫你把兒子賣給我 但其實看到一樣東西 在西方社會 跟我們熟悉的華人社會 都是一樣 都是貧富懸殊 亦都是一樣 很多小孩 很多青年 其實都是 因為童年的坎坷 主要都是父母利益 影響了他一生 但是社會的救贖 當然大家文化不同 雖然他是在街頭行黑 但其實沒有什麼人會歧視他 很多人都是很冷漠的 跟香港情況都是一樣 但是始終人是關懷 是需要愛的 雖然在這個西方社會裏面 人和人之間 那種疏離的關係越來嚴重 人都不會關懷 人不會關懷 不會愛其他人 但是人始終有些愛的需要 所以他們將這個愛 就轉移到動物身上 所以為什麼外國人愛護動物呢 其實有很龐大的組織 所以如果有什麼殘害動物 裡面都會引起很多 這些愛護動物的組織的抗議 現在這個西方 香港就很有趣 這個華洋雜柱 這個西方就逐漸趨來香港 其實現在香港都不少中產 不少人單身 甚至是女性 因為對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是越來越低的 反而是將異性作用 就是愛護動物 所以你看到 周圍都很多人 養狗、養貓 反映出 固然 一個現實就是 其實人人都需要愛 需要關懷 但是在現實裡面 就太過冷酷無情了 反而人和人之間的關懷愛 越來越少 寧願去愛這個動物 所以真是人憑這個速跪 其實香港都試過一次 就是那個金鷹事件 但是不是那些人特別喜歡這隻猴子 而是因為當時來說 這個食環處太過不近人情了 人家靠這隻猴子 跟他一起在街頭買去找食 他甚至想收了人家的猴子 不僅止斷人家的生計 甚至令人家一個 在一個這麼孤寂的社會裡面 這麼冷酷的社會裡面 連那個賠盤都沒有 那你是不是慘著人患呢? 那這套電影其實都值得看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電影之後 自己反省一下 現在香港究竟的現實 和我們的處境 又是在手裡 可能會有什麼事 在手裡 還會有什麼事 還有什麼事 你會想說